为了让长辈能享受种植花草的乐趣 新店中山里里长潘威智在里内的奇迹公园 设置了高价式无障碍菜园 现在又多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俄罗斯方块小花圃 希望透过绿色疗愈 让里面能抒发情绪放松心情 新店区中山里的奇迹公园 在里长潘威智的创意巧思下 除了有高价式的无障碍菜园 让行动不便的长辈坐着轮椅 也能够享受种植的乐趣 现在还多了一个充满缤纷色彩的俄罗斯方块小花圃 提供里面任养 种植各式各样的花草 来照顾花草的里面就说 每次来到这里心情就会特别好 似乎所有的烦恼都不见了 家里花种不漂亮可以拿到这里来 然后来这里种刚好也可以跟大家互动分享 然后来这边 有时候在家里很无聊的时候来这里 刚好蛮种这个花蛮疗愈的 可以认识很多种花的盟友花友 这样子大家都可以来叫花的时候见面 欣赏花 现在开花结果 我好开心哦真的 所以每天早上或者下午 五点钟左右都会来这里走一走 中山里里长潘卫智指出 种植花草其实是一种绿色疗愈 因为透过浇水照顾 无形中可以让人放松 所以公园内开放任养的区域 不仅有长辈 像是上班族 家庭主妇也都会抢着来种种花草 让大家来有一个 人家说五感 我们是六感 就眼耳鼻子在那里 他最主要是意识 他到这边的时候 他其实可以放空 放空他其他的一些杂念 当然不止对老人家 其实我们这边有一些上班族 他们也会来认养 准备借由照顾植物 获得成就和被需要干 更在这个水泥丛林中 让现代都市人 有机会与自然连结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新店采访报道